引体向上是一项一段链上肢肌肉为主的运动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基础 不少市民朋友在茶余饭后都会到小区或者公园里展身手 一较高效盖项目也是许多地方的中考必策项目 可是万万没想到如此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项运动 在江英野出了一个引体冠军了还破了全国纪录 在9月16日举行的一场新颖的马拉松加引体的比赛中 G2018紧赢太白虎马拉松即向上吧 中国首届全国全民引体向上大赛中32岁的江英小笼包 刘师傅打破了全国的纪录他在两分钟内就完成了52次引体向上 他就是刘金锋巨熄 刘师傅家驻江音乐城镇以迈向龙汤包卫线 为什么专程从江一赶到金宁打类 我很喜欢健身 听说金宁赛区有高手 就很想来见识一下 今天是贸易比赛 杠油点滑 影响了成绩 不过对自己的表现还比较满意 创造全国纪录不易 保持更难 我回去还得加减脸 而且 居心刘金锋凭借引体向上不足实力 早已在苏西墙小有名气在无锡体能王争霸赛和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届综合体能大赛 终生生夺冠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世上运动千千万 为啥就对引体向上 挺有独钟 平时因为生意的原因 每天早晨三点就要起来 一直会很忙 要到晚上才有时间练练 跑步更没时间了 引体向上一开始练的初衷就是看到了国外的引体向上吉尼斯记录 然后就想去打 破 就开始练了 动作虽然简单 但是特别考验手臂和核心的力量 两关中52次引体向上将因32岁小龙包师傅破诚国记录 他说他还要去破吉尼斯记录 对于打破吉尼斯记录 你有信心吗 状态好的时候 妥妥的 只是太难申报了 记录一开始的49 50 51 53 54 到现在55个 我水平也一直在扁 最高的时候标准可以做到1分钟58个 申报太难了 但是我还是会尽力去做 小编为此还专门咨询了一下中学的体育老师中考引体向上 男生画1分钟拉满5个 就10分满分2分钟52次 恐怕 恐怖 所以小编也为饱受困扰的同学们向刘师傅咨询累一下引体向上的秘诀 引体向上是将因中好项目 很多学生对这个项目都较为困扰 有没有什么技巧 帮助一些学生练习与提高 有的 有的 我一定要向大家分享一下技巧的引体技巧的话 要先被发力 然后手臂再发力 力量集中在手腕发起 与此同时呢 平时也要着重加强一些力量训练 特别是针对手臂的一些锻炼 还有如果中考要做的更好 还是要练手臂的爆发力 当然如果可以考虑摆浪的话 会更轻松 对技巧有要求 对力量要求不怎么高 没有人能够随随便变成功 刘金峰也一样 刘师傅告诉小编 他也不是天生审理 平时喜欢在点身房做一些力量训练 所以呀 一 快金牌 一个冠军的背后往往凝聚着选手们的心血和付出 我们祝愿刘金峰挑战吉尼斯成功 不过 请您夺冠 刘金峰一下子也成为了重视之地 全国已有多人向他发出挑战 有人声称自己的成绩是两分钟142个 将秒杀刘金峰 刘金峰 加油吧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赛 打赛 击 受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